360多页家调查报告指 银行证券业务自03年后显著增长 金管局应该加强监察 确保不会违规销售 但在雷曼倒闭前 金管局未有发现银行不当销售手法 未能及早侦察和纠正 所以认为前金管局总裁任志光 应该要负上最终责任 予以谴责 报告又批评 证监会纯粹从法律观点理解迷你债券 一词没有误到成份是敏感到不足 认为证监组在05-06年 已经知道有越来越多结构性产品 推出零售市场 也都知道当时法例不足以规管 结构性金融产品 委员会对前证监会行政总裁委逆里 未有确保及时修订相关的法例 感到极度失望 不过报告认同投资者都要负上责任 虽然雷曼事件反映出 现时规管架构在保障投资者方面 仍有不足之处 小组委员会亦须指出 公众不应期望政府当局 及监管机构 为投资者提供一个 绝部风险的投资环境 政府当局及监管机构 固然有责任保障投资者 但投资者亦必须有合理程度的警觉性 和作出应尽的努力 扶起保障本身利益的责任 另外报告点名批评 财政司司长曾俊华 和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 未有主动及时检讨规管安排 在监管局及证监会上 未能达到期望 对他们两个人表示失望 香港风贫电视记者郭泳斯报道